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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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有一点点灯笼袖的款式嘛 但其实我当时在网上看的时候呢 我以为它的袖子是长的袖子 或者至少是全长 不过我收到之后发现它只有七分袖 七分袖的样子吧 当时就是我会挑是因为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领子 它是有一点点很小很小的一个高领嘛 然后但是它不是那种就是包住你脖子的高领 它是那种敞开的就是设计剪裁之类的 所以它不会显得你脖子很粗 然后就是反而会显得细的 因为它其实这里是开 就是趴开的 你们懂我意思吗 对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 这件衣服颜色很好开 因为相机里看出来可能颜色没有那么正 但事实上这个衣服本身是一个很正很正的大红色 这个红我觉得很好看 很好看 很好看 然后它别的设计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这里有一个标 然后标上写了 Artic 对 就没有了 就没有任何别的就是花什么图案了 不过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 就是你下面可以穿个牛仔裤 或者就是那种紧身的裤子都可以 就是还蛮百搭的 而且主要是因为颜色很好看 然后我很喜欢这个领子 对 然后呢我还挑了另外一件 因为他们让我挑了两件嘛 是这件 是一个另外一件卫衣的款式 然后但这件有帽子 是这种比较深的灰色 烟灰色还是什么的 这件衣服吸引我完全是因为它前面写的字 它说 First I need coffee 这就是这句话 就是我每天早上的心情写照 我一瞬间就 就是被它吸引到了 就我每天早上睁开眼睛的 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喝咖啡 如果我没有喝到咖啡 我就是整个人都不好了 就是我基本上就是那种 咖啡瘾很大的人 你们知道吗 其实可能不太好吧 就是如果我一整天都没有喝到咖啡 我从喝到第一杯咖啡的时候 这一天才算醒了 就还蛮可怕的 就是整个人会很 就是其实脑子也是清楚的 但是就很难过 不知道哪里难过 那种 然后好 说回这件衣服 它的袖子是这种大的袖子 有一点像那种喇叭袖 还是什么的 就是反正是很宽大的嘛 然后这件衣服 其实有句说句呢 你拿到它的时候 不会觉得它质量特别好 因为它很薄 它是一件很薄很薄很薄的卫衣 就是可能只能 今天我们是20度左右 21度 22度吧 这种天气可以穿一穿OK的 然后如果再冷一点 你可能就要需要里面 再穿一个什么打底才可以穿了 因为它真的还蛮薄 而且它也很短 就是它差不多 也直到这里 就是跟这件红的是差不多短的 就都很短嘛 就很难塞进裤子里 就是可以 你可以硬塞 是可以的 但是相对来说比较难一点 而且还有一点我想吐槽的 就是这个帽子 因为我其实买卫衣 还蛮喜欢它有帽子的 如果下雨天就很方便嘛 但是我自认 我自己头已经算小的啦 它这个帽子哦 我戴进去 我都要 我觉得扭进去 你们懂吗 就是要凹好几下 我才可以把那个头塞进去 然后就是会很帮着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勒住你啊 就是如果你戴在这儿嘛 有一种勒住你 后面伸不直 脖子伸不直的感觉 就是因为帽子太小了 或者它做的太短了 所以说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 是一件可以随便穿个样子的衣服 但是你不用指望它 质量特别好 这样对 好 然后呢 接下来是买了两样 YSL的化妆品 第一样是这个 它新出的 它跟它那个新的粉底 一起出的那个primer 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啊 我其实最近有用 我买了之后就用了两次 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长这样 就还蛮好看的 我觉得它自从换成了 黑金的包装之后嘛 我觉得它的包装都是好看的 我很喜欢 然后它是这种 涂改叶纸 你需要摇 摇完之后呢 里面的内容物非常的稀 而且它很容易冒出来 你们看 看得见 它很容易冒出来 然后就挤出来的话 是这样子的 然后流动性非常好 是这种很浅很浅很浅的淡粉色 它抹开之后嘛 它的那个妆效 不是妆效 就是它 它可以把你的脸变得非常的光滑 然后它自己写的是 可以变成一个 flawless的mat的质地 所以你的脸摸上去 就非常非常的 就摸上去的感觉很细 然后很柔顺很柔顺 你们知道吗 但是我其实最惊喜的点在于 这个 因为它是 其实它是比较给油皮用的嘛 我就是 最近就是那个 T恤很油很油很油 然后但这两边很干嘛 它非常油 T恤 就是妆都挂不住的那种 稍微润一点点的粉底 就比一两边 可能就四五个小时就出院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因为最近这两天 稍微升温了一下嘛 还是干嘛的 然后我用这个妆前的话 我可以连散粉都省掉 你们明白吗 就是我用别的粉底嘛 之前 就是用完你脸上 走过膜上去是粘的 但是你用完这个妆前之后 你上任何粉底 你的脸膜上去是滑的 就仿佛你已经上过散粉了 这个就是我真的还蛮惊讶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他家的那个 虽然已经停产了 但是其实如果你去 比如说Google搜一下的话 有些电商网站还在卖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是 就是如果他卖完了 他也不会再进了 就是可能没有东西可以进货了 对 就是他家的逆灵粉第一 然后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瓶子很好看 这个瓶子超漂亮的 我的色号依然是B30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要买B30嘛 所以说我这个色号比较好买 基本上我看到的10和20 都已经全部断货了 就完全没有了 但是30就是你们可以剪个漏 我还没有怎么用过 我只用过一次嘛 但是他给我的第一个就是 感觉是我很喜欢他的色号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 哎呦我真的是不自觉 就要去剥一剥头发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 YSL家的粉底液 任何底妆产品 它的那个色号其实都不是特别同意 我每一次都用的是B30 但是每一款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我给你们试一下 就是超模那个粉底嘛 我之前试色的时候就有小伙伴说 不是就有那个下面留言说 写的颜色很暗嘛 对的 我觉得他超模的色号特别特别特别暗 然后这瓶是超模 给你们看一下对比 我特地拿过来的 就我觉得超模整个都很暗 你们知道吗 然后你们可以看得出吗 这是逆龄 然后这个是超模 就明显逆龄要亮一朵 所以我很喜欢它这个颜色 就是我觉得它这个明暗程度正正好 然后相比这下逆龄 而不是超模真的非常暗 然后逆龄的确会就是稠一点 还是可能它是因为润一点吧 就是它的流动性也没有超模好嘛 但这个颜色我真的超喜欢的 接下来两样是 就我买的时候其实还蛮随机的 我不是冲着它们去买的 就是Muji的两个护肤品 对 其实我是去Muji买那个化妆棉的嘛 就是那个可以撕开的那一款 然后那一款我大概去十次八次都是没货的 所以我就是很绝望 然后我前两天去的时候又没货了 又没货 但是我去都去了 我就随便逛了一逛 然后我就没有控制住自己 就随便买了点东西 我买了一个这个Face Soap 就是洗面奶 它家的洗面奶其实有很多种类 然后我买的是这个 叫什么脸部香皂 对因为我就是就我跟你们说 我最近T恤很油嘛 所以其实我比较想买一个清洁力比较强的洗面奶 因为它在别的系列的洗面奶 就是那种会写上去说 比如说保湿或者特别保湿 那我觉得这种就可能比较清洁力度就比较温和一点点 然后所以我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选了这款的原因 因为它完全没有提到保湿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洗得很干净的那一种吧 对 然后这一个的话是一个all in one的精华吧 应该算是 或者是一个多效的什么都能算的一个东西 我特地买了一个小包装嘛 这个才30克 就是我担心会不好用啊 或者是会过敏啊 长痘啊什么的 因为是个护肤品嘛 不像洗面奶就就冲走就冲走了嘛 所以我特地买了个小包装 因为我想把白天用的精华换掉 就是有点新研究 就我想换一个什么别的用用看 然后它这个是给敏感肌用的 我觉得应该比较保险吧 所以我就想买一个试一下 如果好用的话我会告诉你们的 好 然后接下来讲两个配饰 先是一板那个耳环 就是因为我现在耳洞恢复的还蛮好的 不是说长起来啊 就是说它现在已经还蛮牢固的存在在那里了 所以我现在可以就是 不一定要用那个当时打的时候的那个耳钉了 然后可以换一些别的了 就差不多了其实 所以你们知道的 我心思又活络了 然后我就去H&M买了一板 我比较喜欢买一板的 因为我也不在意你质量到底好不好 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希望每天都有的换嘛 所以我喜欢买这种一板上好几个的 好几副的那种 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啊 它有一副黑色的 黑色的上面其实是一个树叶 还是箭头的形状 不知道你们看得见吧 就是暗纹 然后下面这副是一个月亮 然后这副其实我不是很确定 我戴会不会好看 因为它是白的 然后我耳朵上这副嘛 是一个 我不知道对不对焦 是一个眼睛 就是它上面有做睫毛的部分 然后下面眼珠是一个假的钻 对 所以也还蛮好看的 因为我觉得这一板都比较 都比较小巧 就是很日常 不会特别特别夸张 你就是干嘛都可以戴一下的 而且它颜色又比较多嘛 黑的白的 金的都有了 就是造型也比较好玩一点点 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那眼一板 然后呢 我在曼狗买了一副太阳眼镜 我当时看的时候呢 我在官网买的 然后呢 我看的时候以为 它会很小 你们知道吧 就是它收到之后镜片的大小 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 我以为是那种小小的圆圆的 因为我最近沉迷于 刚刚结束的中国有虾嘛 就是我最近对于那种 阿饼一样的墨镜 特别特别的心动 然后我就想买一副试试看 但是收到之后就是 不是我想象当中的那个样子了 不过也不难看了 那我去给你们看一看 大概就是这样 好看吧 因为我其实自己看的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确定好不好看 然后它其实 墨镜镜片嘛 是渐变的 看得出吗 看不出吧 就它其实是有点渐变 上面颜色比较深 然后它镜片不是特别特别深 就是你这样看的话 应该可以看到我的手指吧 就是还蛮浅的 但是我觉得可以随便带带 奥奥造型 接下来说一个ZARA的钱包 这个钱包是 它当时 网上当时是有 但是它当时的状况 还是coming soon 就是还没有上架 然后我当时看到它 我就很喜欢 我就想着如果上架了 我要买一个 是这样子的 蛮大的一个 为什么喜欢呢 是因为颜色好看 就它外面是这种灰的 然后但里面它是拼色的 它拼了一个黄色 它当时网上的颜色 让我感觉它是一个 柠檬黄 就很鲜的那种黄 但事实上 并不是 它比较像 香黄色 就是比较暗的一个颜色 那我收到还是很喜欢 为什么 因为它很方便 就是首先呢 这里就是放纸币嘛 然后它的背后 有一个放零钱的地方 它放零钱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有做一个 这个可以伸开的设计 所以其实你可以放 比较多的硬币啊 什么的 这一点已经很好了 对吧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 它卡位很多 就是如果你有很多卡 其实是非常的 我觉得应该够了 对我来说足够了 反正我是放不满的 然后它卡位这么多 我觉得我很喜欢 还有一点就是 它这个部分 是可以拆卸的 这点我没有想到 因为我当时看图 是看不出这些的嘛 它是可以拆卸的 就是你们看 它后面是四个轻钮 你就拆在来就好了 所以你就会拥有一个 很薄的卡包 虽然它比较长 但是你会有很多卡位 而且这里有一个位置 是拉链 它是一个口袋 就是你可以放钱 可以放硬币 放现金 因为我自己现在用的 那个卡包呢 它比较是一个纯粹的卡包 就是它放现金的部分 非常的小 就是你很难撑开 然后硬币肯定是放不了的 纸币也是放不多的 所以我发现它可以拆下来 其实我是蛮开心的 就是意外之喜 就是好好用啊 感觉就很实用吧 就可以一包两用这样子 然后它拆开之后呢 它其实是一个 就你们可以看 这里也可以拉开的 它拆开之后是一个护照夹 不过我觉得这个功能 我是绝对不会用到的 因为我看到的所有的 关于护照夹的report都告诉我 真的到了海关之后的话 海关会要求你把护照掏出来 那我何必要一个护照夹呢 对不对 但是总体来讲 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就是而且很便宜 才15块9吧 可能 对 就是我很喜欢它 接下来的最后一样呢 是一双鞋 就是相对来说 是一个比较大的大件 就是这个 我拿一只给你们看 因为好重啊 就是这个Fenty新出的一款 跑鞋 然后它这个新款呢 就是底很厚嘛 它底是有5厘米应该 其实这个鞋 出前面几款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还蛮好看的 特别是黑白的 我就觉得很好看 但是我没有特别特别想买嘛 直到它出了新的 因为它更高 你们知道吧 就是很适合 就矮子乐啊 就适合我们这种人啊 就身高不够 就靠鞋来凑我 能怎么办 我也很绝望 对不对 然后我就一瞬间我就心动 立刻就下单了 然后是一个鸵色的吧 应该算 然后是这种鸡皮的 它这一款只有这个颜色和黑色 就是它没有做白色 因为我觉得 其实这个款做白色也蛮奇怪的 好像 所以我就挑了这个颜色嘛 因为黑的就还蛮 蛮闷的 就是就很黑 一片漆黑那种样子 然后这双鞋 其实我今天穿出去 逛了一下街 还蛮好穿的 但是它其实蛮重的 就是它完全不轻 它下面这个底很重 不过你真的走路的时候 不会感觉特别累的 就是你走路还是舒服的 因为它本质跑鞋 所以就是还是蛮好走路的 但它有个问题 就是给你们参考一下尺码 我这双买的是37码半 但正常的跑鞋 我其实买37就够了 然后我买37和37码半 两双都试了一下 37就完全不行 为什么呢 它这个鞋型嘛 它这个地方 做得很扁 你们知道吗 所以如果你是37 比如说你是正好的脚 你前面脚趾就会顶到它 就是一定会顶到 反正我会顶到 而且它这个脚后跟这一块呢 做得很厚 就这一块地方 做得很厚 它会把你的脚跟往前推 所以你前面就是会顶到嘛 事实上你往 如果你站直 然后你不走路 你把你的脚后跟往后 推到最这边 其实你前面是不会碰到的 但你走起路来就不行 你会往前冲 所以说我觉得 就对我自己来说是 37肯定不行的 就太小了 所以我就买了37码半 然后37码半 其实稍微大了一点点嘛 但是我就穿袜子嘛 就也还好不太会影响什么 而且我这个人嘛 脚长得特别的 就因为我妈买了37 她其实觉得OK 就是可以走 没有大问题 因为我这个人呢 脚指摸头长得很奇怪 就我第二个脚指摸头 长得特别长 所以就是很容易就会顶到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 只能买大半嘛 对给你们参考一下 这些就是我最近买的一些东西 然后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 然后希望你们不要介意 我这个头发 好像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看了 对我 我平时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今天真的是 风吹了一下 然后她就 哎呀 惨不忍睹啊 我觉得她 我已经看不见了 对啊 好吧 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好 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拜拜